七不出门八不回家什么意思 七不出门八不归家是老祖宗留下的教育之言 七不出门指的是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 要制包好这些才可以走 而八不归指的是孝、涕、忠、信、礼、意、连、齿 要做好这八件事情才可以回家 在古时候由于外出不如现在的交通方便 男子外出谋生一般出去都是三年五载才会回来 因此在出门之前要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后才可以走 男子在外面就要懂得这八个品行要严格遵守 如果不能遵守这八个品行 那就是对不起祖宗、对不起家人的表现 就没有脸面回家 在现代这句古训也应当时刻紧急于心 激励我们更加积极努力地面对生活